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政府正在考虑马居控股提出收购南北大道的献议 即使收购也只能降低收费 不会废除收费 卷入性侵女佣风波的行动党PD州行政议员杨祖强 今天早上在以保第二地庭被控强奸罪名 警方出动多名警员到场驻守戒备 大批的媒体今天早上八点之前 前往法庭外驻守 杨祖强在上古九点由代表律师 多名行动党国州议员的陪同假抵达法庭 现场有数十名来自华东亚野的行动党党要和党员到场之时 杨祖强在以保第二庭面控 但是否认强奸罪名 法庭允许他以一万五千令吉 一名担保人和交出护照保外候审 案件将在九月二十四号进行程序管理 首相隆巴尼昨天被媒体追问时 否认内阁将会进行改组 不过他透露内阁只是会有一些部长的职务进行对调 同时他也否认将会有新的部长加入内阁阵容 不过他透露内阁 他也否认已经加盟土著团结党的前冒工部长 达特斯·穆斯塔巴将受为部长职务 寻机为何会选出内阁将改组的消息时 马哈迪坦言这是因为他在内阁会议里告知内阁成员 可能将会有一些部长的职务出现对调 只是如此而已 马哈迪出席在部城机构第41至48级公务员向见面会上 至此时这么指出 寻机会有什么部长的职务将会对调时 他则说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 并否认部长职务的对调 是基于部长们的要求 尽管国内出现很多人对印度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强烈不满的声音 但是首相顿马哈迪重申 政府暂时不会遣送扎基尔回到印度 马哈迪受寻及政府是否会改变不遣送扎基尔回印度的立场时这么表示 早前有报道指多名内阁部长在内阁会议中表态不要让扎基尔留在五国 警方也发出指示 禁止扎基尔在国内通过任何管道 包括社交媒体进行公开演讲 马哈迪在这之前已经证实 如果扎基尔在演讲中并没有肇事 就不会遣送回国 而五国不能赶走扎基尔 因为如果他被遣送到别的国家 可能会被杀 对于是否通过国库控股收购国内15条大道仪式 首相顿马哈迪表示 政府还没有定案 正在考虑马居控股 马朱厚定提出收购南北大道公司的宪议 并表示 即使收购了南北大道 只能降低过路费 并不能够完全废除过路费 因为所有大道的维修保养都需要花费 因此希望人民能够了解政府目前面对的困境 伦马哈迪表示 马居控股提出的宪议 包括了降低过路费和提升大道设施 但是必须收取过路费 否则无法填补回收购大道所需要用到的资金 此外大道的维修 扩充或是增加车道 都需要用到钱 如果要兑现取消过路费的承诺 政府将需要花费数十亿令吉 来收购大道特许经营权 购大道特许经营权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花费 但之前花费出收费的收费 但现在我们已经拒絕了在 我们不会收费的收费 他表示政府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 将会和马居控股继续进行商讨和研究 国会公共账务委员会正在调查吉隆坡市政厅和发展商97片土地的交易案 该委员会主席达特罗莱尼透露 国家总审技术将会协助公账会针对案件展开特别审计工作 一旦完成有关的调查报告后将会提成给国会 罗莱尼发文告指出 公账会目前还没有决定向国会提成调查报告的日期 一切有待公账会满意所有证人的证词和解释后 才会提成有关报告 罗莱尼表示 虽然国家总基查司报告中没有列出吉隆坡市政厅买卖案 不过公账会成员同意 动用议会常规第77条一款低项条文 也就是公账会可以调查任何认为应该调查的事项 罗莱尼透露 公账会将从4月4号召开听证会 传召联邦直辖区部长卡里萨曼 而在4月23号则会传召反贪委会前主席 道西苏克里斯和总检察长托米托莫斯的代表 罗莱尼也重申 听证会和联邦直辖区前部长 道西登顾安安的法庭案无关 前首相达许拿吉射击的SRC国际公司洗黑钱案 昨天进入第56天审讯 案件的第57名证人 也就是反贪委会调查官罗莱尼表示 他不认同大马富豪刘特佐是这起案件的幕后主持者 以及拿吉对一切交易毫不知情 他说调查发现刘特佐没有挪用 会见拿吉银行户头的黑钱 罗西指出根据他的调查 刘特佐和汇入拿吉在大马开设 三个个人户头的1亿7千万令吉SRC国际资金 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当律师问及是否同意当户头支透时 刘特佐极力确保拿吉的户头一直有钱时 罗西表示不同意 此外他也不认同审讯中所提到的对话记录 显示挪用SRC公司资金的人是刘特佐 以及拿吉对款项被汇到自己户头的事件 毫不知情的说法 对于假设刘特佐监控布特拉首要发展公司户头 和通过总执行长以及秘书 从SRC公司提款 罗西表示不同意 他强调通过一个马来西亚人民基金会 前总执行长把钱从该基金会 汇到拿吉户头 并非刘特佐所为 罗西透露 在调查期间 他也没有发现拿吉 刘特佐和SRC前总执行长 尼凡萨之间有任何直接沟通 此外罗西也证实 沙地阿拉伯王子财政部曾分别汇入3.9900万令吉和2.4300万令吉 倒挂国旗事件 阿拉伯王指出 基于有部分商家将大马国旗倒挂的事件 新山市政厅决定展开监督行动 阿拉伯王表示 如果民众发现国旗遭到损坏或是掉落 都可以通知新山市政厅 当局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与此同时 他也鼓励在商业场所 住宅区和工厂悬挂国旗 一同欢庆国庆日 早前社交媒体流传 柔佛州多个地方的大马国旗被倒挂的照片 经过调查后 发现照片都是在2016年拍摄的旧照片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呼吁大众 不要再转发有关的照片和视频 以免受到对付 欢迎回来 配合2020年柔佛州旅游年 大马旅游总会将在9月23号到26号 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办的 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 把柔佛州列为国内重点推荐的旅游目的地 会展上将推出9个主题乐园入门票的特价优惠 欢迎大众踊跃出席 国际旅游展筹委会主席许光彪表示 希望能透过提供优惠价格的入门票 吸引更多的人潮前往柔佛观光 会展上优惠的主题乐园 包括了迪沙鲁海岸探险水上乐园和乐高乐园 各主题乐园正积极在国内外进行推广 他表示 其他积极推广的主题乐园 包括了万宜水上乐园 愤怒鸟主题乐园 迷你城市主题乐园 爱化磨砂水上乐园和吉隆坡 Super Park主题乐园等等 在过去三月份的展览 主办单位成功吸引了 11万3685万人次到访 收益达到2亿2千万美元 好的 这节华文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如果您对我们的新闻有任何的意见和看法 可以到TV2华文新闻脸书和我们交流 我是刘俊叶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